來到西貢這個香港厚花園 總會令人心心舒暢 不過去得多就好像沒什麼驚喜 除了走乖走熟的郊遊景點 西貢還有很多絕世美景 等著你去發掘 尤其最近天氣這麼熱 當然要把握機會下去玩玩 今天我們就來到雙思灣這裡 搶艇仔 救生衣有, 船章搞定 來吧 就這樣在這裡玩, 不要開玩笑 我剛剛就租了一間獨木舟 帶大家去一個好像沖繩一樣 環境超好, 水質超美的地方 出發吧 待會見 欺凌相似無恥樣 當然了, 人家是溫冬堅章 欺凌越嘩越順, 越嘩越出 現在真的來到海中心了 你看到我現在口中心的感覺嗎 很漂亮 兩邊都是被山圍住的感覺 很幸福 這簡直是香港的後花園 不過這次要去的地方 由雙思灣餐獨木舟出發 都要一整個小時才到 還要在太大太陽下也不少惹 其實我現在沿著望過去 我已經看到那個島 但為何旁邊都還沒到 人們說要留一口氣山底 我覺得人們都還沒駛過艇 也不知道什麼叫要留一口氣 駛艇 欺凌, 你留一口氣吧 終點在望 你是不是有機場 你留在望 你留一口氣山底 一定是好氣山底 我可以留在望 你差點 你走在望 而且你不在望 因為我很想要留在望 你會留在望 一早就看得 seem 你們都是我愛的 愁遠在望 放逐 多了 和對出的一個小島 由於島上,大部分地方都是逛脫脫 唯獨在島中心生了一堆綠色植物 好像一隻綠色荷包蛋 人們就跟它改出一個好名 叫綠蛋島 島上當然沒有蛋,那有什麼? 就是一個個打卡的好位 看看那麼多水在美女 影極都影不停就知道了 希玲,你也別撿輸了 綠蛋島元昂淺水 除了它有不少特別大塊的石頭 貼近水平面,坐在這裡 擺個漂亮姿勢,打個漂亮卡 真棒 向綠蛋島方向走高一點 就看到幾個水面平靜的貴妃池 天空之頸,即影即有 這裡除了有比美沖繩的環境 更有名的就是近乎透明的玻璃水 別騙你,水質青澀到 海底的朝鮮粒粒粒清楚 這裡的水真的很清晰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腳 水這麼清晰,一定要去浮潛 綠蛋島這裡雖然潛水 但水底世界一樣充滿神機 一蹲下就看到一群群的魚仔 熱帶魚、珊瑚,連海膽也有 我以前在西貢或其他地方 流泉的水域沒有那麼清晰 也是比較污濁的 而這裡是一蹲超級多魚 還有很多小魚 一群一群的油,很棒 如果像這位哥哥一樣 再出心水一點 海洋生物更加豐富 海洋的魚,到最後是晚上 然後呢,海洋子有沒有 因為穿雨給 Authy 給你看 ME 我又再去本 Dziękuję 你再加豐富 香港姐姐縮得看 海洋子的水域 大家是相對,好嗎? 大家暫時站得穩, 希望待會不要掉下 欺凌上班沒耐心 輕輕鬆鬆又撐出去了 玩Stand Up Paddle最重要是平衡力 我的平衡力很差, 大家都笑, 說我很窄 但剛才我一上就馬上上了 我發覺我不是那麼差, 我真的很厲害 這麼多東西玩, 綠彈島的確是個好地方 不過由雙思灣撐獨木舟過來 要在大海撐一個小時 真的要像希靈一樣 有技術, 有體力 還要熟悉水性, 確定安全才好事 如果不懂水性, 豈不是沒得來嗎? 這裡除了水路, 還可以綠路 由大澳門起步 大概走三小時的山徑 就可以到達綠彈島 不過沿路雜草重生 而且有不少攀爬 記住也要量力而為 玩完水不夠口 我們再下一城, 走上山 重點是輕鬆找避景 有時冷門小人去的地方 不一定很難去, 也未必沒東西看 不過有時太方便, 所以你忽略了 這次找的美景非常易去 在科技大學附近小巴站 後面有個入口進去 沿著樓梯走下去 對, 很快就看到了 究竟是什麼美景呢? 到尾呢, 很緊張 這麼急, 我走了五分鐘而已 一趕就到, 瀑布 是很長的瀑布 隔水碗飛步高海拔102米 高低差超過40米 比吳銅寨主舖還要高 只因為四周有很多植物遮掩 所以即使這麼近校園 都仍然保持低調 我們沿路繼續向下走 就會到達下個確診點 白水碗沙灘 只不過來這裡不僅為了海景 更吸引的反而是這條臨近海口 被林蔭包圍的白木橋 適合文青或情侶來拍一輯美照 站在這裡可以欣賞海口 和藍天白雲的美景 很藍天、很白雲、很放空 沿著木橋向前走到盡頭 還有一個簡單樸實的小碼頭 在這裡拍照, 一樣很保持 不過西貢畢竟又怎料這麼少 我們回程出大路 再沿西貢公路向市中心方向走 很快就到下一站, 朝坑 來到朝坑的這個自然教育中心 你可能會說, 我知道了 是, 你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這裡還有另一條冷門的入門級山徑? 好, 請看吧 由教育中心進入朝坑自然教育徑 就開始踏入麻南忽半島 這個接連西貢市中心的宅長半島 全長只有大約三公里 而且最高點不過是一百米左右 所以非常, 十分刺意走的 沿途一直走都很舒服 因為路很平坦 而且不會覺得太熱 因為樹比較高, 有樹蔭遮蓋著 整個感覺好像在日本行山一樣 很棒, 很舒服 很棒, 很舒服 很棒, 很棒 很棒, 很棒 很棒 非常享受 这里吹着海风 享受这么漂亮的风景 真是很爽的 不过你看看这边 全部都是垃圾 这么漂亮的环境就破坏了 大自然的美景要靠大家保护 才可以继续留下 尤其是这些宁静隐秘的风景 大家好好享受之余 更加要好好珍惜